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6月4日 蔡斌大帅地位不保 11万网友投票要求他下课 朱婷的苦日子可能要熬到头了 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蔡斌 确实存在着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 不光是最近视牌联的比赛 带队8场就输了3场 更主要的是打压功臣 在朱婷首发保证了百分百胜率的情况下 却不让他继续先发出战 明明有能够赢球的球员 有能够赢球的阵容 可是他偏偏不用 很容易就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故意的 而且现在呼吁蔡斌下课的声音 是一浪高过一浪 相信连赖亚文都应该听到了 网友们一直在喊话 接下来一定要换个教练 不能让蔡斌继续带着中国女排 备诈奥运会了 否则就没奥运会了 今日最新一期的 关于蔡斌是否下课的投票结果 正式公开 24小时时间里 一个知名的国内权威媒体 收集到了超过13万网友的投票 其中 支持蔡斌下课的网友 达到了11万3700票 占到总票数的92.26% 不支持蔡斌下课的网友 只有9540票 只有总票数的7.74% 这个数据首先是不会骗人的 92以上的网友 都在支持蔡斌赶紧下课 离开中国女排 如果只是一小部分网友 这么能认为就算了 现在是大批的网友 都在保持相同的观点 这就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民意了 不光如此 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投票的结果 也揭晓了 中国女排的巴黎奥运前景 到底怎么样 只有9.69% 也就是11400个网友觉得 中国女排有机会夺冠 剩下有34.4%的网友觉得 能拿奖牌就不错了 还有最多的55.87% 也就是高达 65800个网友的投票 都说 他们对中国女排 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不就是因为 他们的主教练是蔡斌吗 女排不换教练 就留着蔡斌 他们对于中国女排的前景 当然没有期待 因为这个教练 就不是一个 能够带队取得好成绩的教练 蔡斌有两个最致命的点 一个是喜欢在国家队搞针对 夹带私货 任人为亲 排兵布阵非常不合理 这是他的一个错误 还有一个是临场调整和应变 基本没有碰到那种 对面启示的时候 或者是针对中国女排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改变 不利局面的办法 这两点是很致命的 一个教练不会暂停 不会用人 不会应变 还喜欢搞针对 那请问这教练是干嘛的 要他有什么用呢 最基本的本职工作 他都没有做好 那要教练还有什么用啊 所以现在网友们的投票 就是代表了民意 就认为蔡斌应该下课 蔡斌之前在央视 接受采访时 还各种诉苦 说自己为了中国女排 接奥运会减重20斤 虽然他很努力 但是能力不够 该下课还是得下课 这次在澳门战 是朱婷时隔三年后 再次为国家队打球 出手就是满堂彩 分分钟点燃了所有女排球迷 朱婷最大的变化 是比三年前老练多了 举重若轻 打球就像玩似的 打泰国那场 小雕就球 朱婷赶上第二次出球 眼睛余光早看到李盈盈在后排憋了浑身的劲 要来一下 但见朱婷轻输双臂 把球向空中一撩 李盈盈就像织豹子一样 窜了起来 手起刀落 太媚心说 你俩这么争我们吃得消吗 李盈盈心说 和朱婷打球 这叫一个过瘾 打泰国的前一场 我们输给了日本 朱婷也只打了一局 但李盈盈在赛后接受采访时 竟像赢球了一样 笑得虎牙都露出来了 能和朱姐一起打球 我特别激动吧 这位来自黑土地的姑娘 就差没当众大喊 太好了 太好了 朱婷回来前 李盈盈是对内毫无争议的第一球星 李盈盈都这样了 中国女排国家队的所有队员 其实心里都是大写的福 虽然 他们对朱婷的态度 各不相同 回归一时 朱婷态度很明确 她绝不主动搭理原来的老队友 大部分老队友 也都有意无意地 在镜头前避开朱婷 和朱婷不熟悉的小队员 一直都看老队员的脸色形势 所以在朱婷面前 尴尬地张着大嘴 不知所措 庄玉珊碰巧和朱婷 一起去澳门报道 她低着头 跟在朱婷身后 在镜头前 不敢有任何表情 只有山东姑娘王梦杰 和王文涵是例外 她俩从一开始 就公开对朱婷非常友好 第一场打荷兰 朱婷形单影只地 站在替补席 蔡知道也不用她上场 王梦杰跑到朱婷面前 像几年前一样 蹦蹦跳跳的 把她擦汗用的大白毛巾 塞到朱婷怀里 你给我拿着 王梦杰对朱婷的笑容 是那么真诚 我相信朱婷永远也忘不了 王文涵好像和朱婷 分到一个宿舍 在队员们都避免和朱婷 公开交流的前几天 记者就拍到 王文涵和朱婷亲密地 说着话 走过酒店大堂 然后不知朱婷说了句什么 把王文涵笑得 表情彻底失控 很快 王云露憋不住了 和朱婷在替补席聊开了 吴梦杰也抱着球 找朱婷和她一起打房 和朱婷一起打球 是小吴的梦啊 小吴做梦 都不敢想的事 暂停时 朱婷会主动找她 告诉她 那个球如果那么处理更好 山东姑娘高义 本来就是个大大跌跌的家伙 一看没事了 当然也和朱婷嬉皮笑脸起来 朱元璋里的另外两位 张长宁和袁新月 开始对朱婷都善善的 有一次赛前热身 张长宁突然上来 拽着朱婷的胳膊 让朱婷练扣球时 抬在她前面 朱婷被她搞得有点猛 打泰国赛后合影 袁新月小碎步从后面抱住朱婷 坚持要让朱婷在里面合影 她站边上 被她搂着合影 朱婷的表情很不自然 丁霞和龚翔宇 至今不和朱婷在镜头前 有任何交流 有一次 朱婷在场上召集大家讨论 龚翔宇并不情愿 说实话 他俩这样 倒不时光明正大 挺有骨气 刚就刚到底 让我对他俩刮目相看 尤其龚翔宇 在打意大利那场 第一局打出最近几年 他的最高水平 运动员就该这样 用实力说话 而不是虚情假意 刁铃宇本来就很低调 也没有奥运冠军的资历 他对朱婷的尊重 很真诚 朱婷对他也很友好 有一次 小刁给朱婷传球 传得有点开往了 朱婷在空中扭着身体 把球打了下去 蔡植岛黑着脸走上来 手指着小刁就要发作 你怎么传的这球 朱婷急忙挡到蔡植岛面前 挥手说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不打下去了吗 然后回头朝着小刁 扁着嘴笑 倒是刁铃宇和张长宁的 闺蜜郑义心 一直看着朱婷发愣 也许郑义心难忘 当年他和小刁 一起被狼倒 从意大利发回来的经历吧 可以理解 王媛媛和倪非凡是两个心思 都挺深的队员 在镜头前 他们通常都面无表情 一支球队的内部团结 不应该是婆婆妈妈的闺蜜 而应该是基于实力的互相尊重 老队员之间 以前的事情可以不再提 朱婷用实力让大家信服 别的队员 尤其老队员 也需要用实力赢得朱婷的尊重 女人 还是便宜